因为允的安慰,英子澄开始乖乖吃饭,每日三次的膳食,他急听话地用完,然后依旧作画,写字,不再让若允他们担心。 在下人眼中,这个允将军的确很有办法,能把主子哄得开开心心的,时不时地带点小玩意儿来,或者陪主子玩什么躲猫猫。 他们本以为,整个皇宫,皇上算对纯贵人很上心了,没想到帝王的恩宠,永远只是短暂的,而允将军,却是真心地对主子好呢。 若允打心眼里替主子高兴,一边为主子梳头还一边唠叨,主子真是幸福呢,有允将军这么好的男子在身边呵护着。 为了让主子开心,陈阳宫上下他每日都来打点,交代奴才们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。 向皇上因为兰妃娘娘怀了龙子,就日日留宿锦兰宫,都忘了主子您,这同允将军,根本就不能比的。 若主赶紧去武若云的嘴,终究还是被这个急性子说出来了,允将军千叮宁万嘱咐,结果。 因子纯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,没什么的,我本来就不是那种会争宠的妃子。 最后一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,甚至连他的妃子都不是,有什么资格去争宠。 呆滞地已在窗边,心里居然翻江倒海地难受,他这是怎么了? 兰妃怀了怜惜的孩子,而柔姐姐又重新获宠,自己也不用再担心事情,一切都是他心动期望的不是吗? 那心脏为什么会闷闷地疼? 当他的眼神不再停留在自己身上,因为曾经拥有过,才突然发现失去后会难受。 如果承担不住,就这样告诉自己好了。 允的话浮上脑海,是的,只是因为曾经拥有,只是因为不舍得才会眷恋。 只是这样而已。 英子纯,要微笑,像允说的,想哭的时候,就抬头看看太阳,他依旧灿烂,而我,依旧开心。 要开心,不断地告诫自己,如同催眠一般地提醒自己,因为他与他之间的距离,隔得太远了。 暂且不说一个是金人,一个是古人,也暂且不提一年后的离别,就算现在的他,真的成了怜惜的妃子,那又能改变什么? 就算他曾经把他当作一个特别的存在,那又能怎样? 他始终是高高在上的君王,有后宫家力三千,有上千种爱,要分给各式各样的女人。 他,不过是这些人中的一个,是帝王新鲜时的玩偶,不断地渴望他失守的一点点恩爱,却终究会有被丢弃的一天。 而他,绝不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女人,为了一个无情帝王,整日勾心斗角,忧愁伤感,最后老死宫中。 这皇宫太可怕,他越是久留,便越容易被同化,他必须离开。 在这一切的思想背后,他所不知道的景象是,锦兰宫内人人屏息,他们的君王永远是不苟言笑的冰冷表情。 兰飞,不要以为怀了朕的孩子就能威胁朕,朕告诉你,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有资格给朕生孩子的。 恰恰相反,朕会让你看看你将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多大的代价。 说完丝毫不顾兰飞眼中的惊恐,依然不停地抚摸着他还未隆起的小腹。 所以,有些事情,该合作的地方还是乖乖合作的好。 这之间,孰轻孰重,就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。 趁着迷蒙的夜色,一个小太监偷偷前置宫门口,鬼鬼祟祟地向外张望,细密的汗珠布满额头,泄露了他心底的紧张。 突然,两把冰冷的钢刀架在了他的脖梗上,何人在此? 头上传来的声音,竟机械冰冷到,比刀剑更甚,小太监心想惨了,人却被提起,拖至宫门外,士兵将他狠狠地丢在地上,顶道, 大人,小的们,发现这个人三更半夜在宫门口鬼鬼祟祟的,请问大人如何处置? 毕竟是新进宫的侍卫,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立宫的机会。 苏木然俯身勾起地上那个可怜人的下颚,却在看清那张脸后愣住了,怎么是,他? 起身整理好表情,苏木然淡淡道,这是皇上宫里的太监,深夜出宫,必有要事。 还不快将人扶起来。 不用了。 英子纯自己爬起来,拍干净身上的泥土,走至苏木然身旁,巧声道,然,我要去将军府。 还有,我不希望这件事传出去,联系那边,我扛。 苏木然会议,吩咐下去,此事事关皇上,任何人不得将今晚的事泄露出去,为令者,斩。 说完,一把将英子纯抱上马,直奔将军府。 真是虚惊一场。 刚才他以为自己定要命丧今晚了,不料居然碰上人当职,真是天意,原来老天都在帮他逃走嘛。 看来,他和联系,真的是有缘无分呢。 怀着小小的沮丧心情,走进将军府的大厅,司徒允在看到他的时候,眼里尽现惊讶于欣喜。 子纯,你怎么来这儿了? 英子纯惨然笑道,对皇上冷落的纯贵人离宫出走,跪求允将军收留。 离宫出走。 允和然一同亚异道,在南兆,非凭擅自离宫,可是死罪。 不得不说,他的胆子真的不是一般的大呀。 他怎么就能给人这么多的震撼呢? 英子纯挑了把椅子坐下,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替我保守好秘密呀。 我只要在将军府躲到明年的七月初七,袁熙他自会放我走,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。 还是不能适应吗? 熙,他还是未去沉阳宫。 司徒允声音柔柔的,英子纯淘开他询问的眼神,他来不来沉阳宫与我无关,我只是不想成为后宫里的女人,整日无所事事,被争宠困扰。 你这样说,是不想收留我? 怎么会? 别忘了那日在后园,我答应过你什么。 我司徒允说到做到,一会儿我就派人收拾好上房,你以后就住在我这儿了。 司徒允的语气中满是兴奋,然的脸色愈发难看了,这两个人究竟把熙当成了什么? 一个皇宫里的磕睡虫吗? 两年前,在落雪的事情上,允还没有受够教训吗? 纯贵人私自逃功,等于是他休了皇上,熙就算再容忍,也不可能会咽下这口气,更何况,殷子纯还欠了一条罪,欺君。 而允,作为熙的兄弟,私藏他的妃嫔,就愿心恨,他们三人之间,还能再有十年前那般出生入死的情谊存在吗? 这两年来,他死死努力,好不容易让他俩渐渐忘记了那件事,现在,在一个英子纯身上,又要将两年前的一切重演吗? 无论如何,允也应该理智一些的。 因为是擅自离宫的关系,英子纯决定以男装试人,借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已经拖累了允,不能再连累他受责罚。 换上南山,在将军府里当的下人,应该能掩人耳目的吧。 司徒允看他一身殿小二的打扮,小小的身体,藏在宽松的衣服内,还扯着一块八部,有模有样的姿势,不免觉得好笑,将军府不请廉价地佣忍。 很廉价吗我? 英子纯瞪了他一眼,真是不会说话,这叫平凡,平凡懂吗? 这样才不容易被发现。 你想啊,以后就算被熟人撞见,别人也不可能将南昭的纯贵人和我联系在一起啊。 子纯,他突然起身搂住他,既然已经离开了那里,那就忘了吧,你再不是宫里的纯贵人,而是将军府的,未来的女主人。 应该不能这么快说出口吧,会吓坏他的。 并不知晓男子心中想法的女生依然傻傻道,是啊,不再是纯贵人了,在将军府得有个平凡的名字才行,那就叫阿三好了。 以后,我就是司徒将军的仆人阿三了,阿三给天马大将军请安。 果真有他的地方就能有快乐,阿三,也亏他才想得出来。 好,以后就由你陪伴本将军游乐玩闹了,相信你一定能给本将军带来不少乐趣。 小的尊命,哈哈。 这样的对话是轻松自在的,相互之间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小玩笑,也是跟联系在一起时不曾有过的感觉,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吧。 宫外的冬日,究竟不如皇宫来的温暖,所以难得遇上今天这样的冬日暖阳,因此纯的心情也煞事好了许多。 司徒云也是早早地就下了潮,问及原因,他笑道,看天气不错,想早些回来陪你走走。 其实他是明白的,他从不跟他提宫中的人,是,是不想引他胡思乱想。 提早下潮,终究是皇帝说了算的事,他不跟自己提连西,那么,自己也就不要去在意了。 这么清朗的天气,连西他,应是牵了兰飞的手,陪他在花园里散步,亦获品名。 兰飞腹中怀的可是他的亲骨肉,他就要当爸爸了呢。 殷子纯眼里的忧伤,被司徒云捕捉到,阿三,怎么可以在本将军身边神游? 罚你现在陪本将军去集市走走,体察民情。 殷子纯开心到不行,自打穿越过来,他还没仔细逛过南兆呢,今天要去揭示吗? 我终于可以出去游玩了吗? 他笑着向他点头允诺,只要他开心,怎样都好。 哇,这就是街市上的空气吗? 感觉特沁人心脾。 他总算发现自由有多美好了。 司徒云闻着周围各种积压鱼肉的腥味,实在不知道这空气哪里沁人心脾。 无奈地拉着他往前接走,那里有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,他或许更喜欢。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嘀咕,不是说很多女子女伴男装上街也能吸引周遭的目光的吗? 怎么用在我身上一点都不管用? 司徒云再也忍不住笑意,朗声笑道,你呀,还真是与众不同,好好的脑袋官整天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居然被听到了! 因子唇吐吐舌头,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去,眼光被一只缩在墙角的小狗吸引住,好可爱的狗,好像被扔在这几天了,身上脏兮兮的,在发抖呢。 司徒云也蹲下身子,子唇很喜欢吗? 喜欢的话,就把他带回府里吧,不要再让他流浪了。 可是,他语气中有些许的犹豫,我已经很打扰你了,在家之狗。 他俯身抱起小狗,浑然不觉,一身白衣已然蹭脏,邪魅的笑容浮上嘴角,没关系,我会立个契约给你,以后你慢慢还我就好。 这样,真的谢谢你,云。 眼中雾气渐渐凝聚,他,很感动。 四季如春的南兆皇宫这几日虽有暖阳照射,却不免寒气从生,袁夕终于将老狐狸的把柄抓在手里,不用几日,他便可将朝中不安分的势力连根铲除。 好不容易夺回江山,没有辜负大哥的期望,他可不想再一次将南兆毁掉。 只是,这几日的皇宫,怎么又清冷了许多? 他体内的那股气又开始不安跳动了,这些天实在忙得不可开交,都忘了去看望他的救命恩人。 那个小妮子,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,怎么会说出那么愚蠢的谎话来? 他平时,都不用脑袋思考的吗? 当他一脸疲惫出现在他床前,他就明白自己昏迷的时候定时他在一旁悉心照料。 他居然将楼平莫名推到自己身前,真不知道他是太单纯还是太大方,他联系就这么令他不屑吗? 要这么急着撇清干系? 洪公公,百嫁陈阳公,正该去兴师问罪了。 说这话时,他是带着笑的,过了这么段烦闷的日子,该去他那儿寻求点笑声了。 但是,陈阳公的奴才宫女好像并不想看到他这个皇帝,相反的,他们在躲避。 这不是他们该有的反应啊,小妮子,给震出来。 纯贵人上哪儿去了?怎么不出来接驾? 还有,你们脸上都是什么表情? 皇,皇上,回皇上,纯贵人他,他,小妮子越是吞吞吐吐,袁夕就越是不耐,纯贵人他怎么了? 小妮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皇上饶命,纯贵人他,失踪了。 失踪了? 袁夕愤怒地拎起眼前的奴才,什么叫失踪了? 我们也不清楚,就是一大早起来,纯贵人就不见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情? 妃嫔失踪这么大的是,不用通报阵的吗? 你们还要不要脑袋了? 小妮子惊慌到满眼都是恐惧,已经四天了。 是皇上宁下指说,这几日任何人不得进城得殿,任何事等您忙完再说的。 奴才们也不知该怎么办。 以为纯贵人只是贪婪,过几日就会回来。 一群饭桶。 红公公,把陈阳公所有的奴才都给朕关进大牢,朕会亲自审问他们。 抛下身后一干人等得哭嚎求饶,袁熙愤怒地拂袖而去。 红公公急急地跟上皇帝的步伐。 皇上,这是他们在陈贵人寝宫发现的。 袁熙接过,脚步渐渐缓慢下来。 袁熙?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 我是一个不愿给人带去麻烦的人。 你是帝王,有忙不完的国事家事,我不该在这儿给你添乱。 你眼中偶尔流露的厌烦,总是让我感到自卑。 我害怕成为一个让人厌倦的人。 我更害怕自己习惯了后宫生活,却不能习惯你周围各色花枝招展的美人,我会压抑难受。 虽然现在的我并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。 你说过的,我不是你的妃子。 所以,我想你并没有理由尽心照顾我一年,我是时候离去了。 谢谢你这几个月来的陪伴,我很感激。 明年七月初七,我会回来,届时请你遵守我们的约定。 回去后,我会想念你的。 最后,希望你和我姐姐幸福。 当然,还要恭喜你,就要成为父亲了。 那么,再见。 子唇流。 平日冷峻的君王在这一刻勃然大怒,将杏肩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地上。 因子唇,你够大方。 把我随便往一个女人怀中一推,自己拍拍屁股走人,你现在盛世过得十分潇洒呀。 一个欺君之最不算,再加上一个离宫出走。 因子唇,你最好是祈祷我们不要再见,否则,我定要摘了你的脑袋。 月华如喜。 司徒允的手不自觉地俯上踏上女子的脸庞, 睡梦中的她安静甜美,时不时地搂紧身旁同样处在睡梦中的小狗。 咯咯咯,那日她为小狗梳洗毛发时的笑声游自信号信号样在耳边, 灰白的小狗进她的玉手洗过之后,露出了洁净的纯白毛色。 云,你看,她其实长得很好看呢,我们给她起个名字吧。 司徒允好脾气地笑,她同洛雪,真的不是一般的相像,子唇说起个什么名字好呢? 嗯,女生侧头沉思的模样,像急了洛雪,她是一只可爱的小母狗,那就叫她小可好了。 你看怎么样,云,见她不答话,只是物字盯着她的脸庞发呆,因子唇晃了晃她,云,你在想什么? 司徒允回过神来,子唇同我的一个故人太过相似。 因子唇笑道,是洛雪姐姐吗?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你就将我错认成她,那时候,某人还很不给面子地说我跟她相差甚远呢? 她促暇地笑,心中未有丝毫的嫉妒,反而觉得那个女子让自己颇为喜欢,总觉得叫她洛雪姐姐的时候,心中很是温暖。 不提她了,刚才你说她的名字叫小可是吗? 很不错的名字。 司徒允努力撞开话题,你也认为不错吧? 她开心地回应她,瞬间展开了新的话题。 如此开朗的女子,究竟有着怎样良好的家世,能将她培养得这般灵气逼人? 可是事实却远远出乎她所料。 今日她极力阻拦她又一次把小可抱上她的床榻,虽然知道她对这只小狗爱不释手,但仍旧不能够接受她与她同床共枕。 毕竟小可曾在街头流浪多时,万一伤到了,她要怎么办? 这次她很坚持,她一坚持,最后她哭着央求道, 云,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,但冬夜寒冷,小可她一个人会很冷的。 我只身一人来到南兆,知道亲情对流浪者而言,何其重要。 以前我一个人睡在偌大的陈阳宫里,常常会在午夜醒来,觉得寒衣入骨的疼痛。 小可她虽然只是一只小狗,但在我眼里,她是亲人一样的存在。 在她身上,我看到了可怜的自己,看到了孤苦无依的英子唇你知道吗? 她抱起瘫坐在地的她,柔声道,不会了,子春,那种日子,不会再存在了。 你已经离开了那里,现在你是将军府的人,是我司徒允的亲人,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的。 睡吧。 她动作轻缓地失去她脸颊的泪水,小可在这里,我不抱走,我也在这里,你安心睡觉,你不是一个人。 现在,她就静静地躺在榻上,呼吸平和,似是做着美好的梦境,她真实地睡在她眼前,从此以后,她不会一个人,而她,亦不再是一个人。 承德殿内,有人皱不安时,夜不能寐。 已是晚膳时分,满桌菜肴不曾用过,便已被摔翻在地,一片背盘狼藉。 工人们皆跪在地上收拾,没有人敢抬头去看那高高在上的君王。 连锡将奏折扔至一旁,用什么碗扇,朕养了一群饭桶官员,整日除了吃,还会什么? 一个北遥雪灾都平复不了,事事都需要朕亲自出马,那朕要他们干什么? 一群不会思考问题的废物。 红公公只能在一边干着急,皇上近日火气越发大了,小事大事都能激起他的怒意, 是因为景丞相的事情还未解决。 可是皇上已然胸有成竹了,难道是因为纯贵人的出走? 细细想来,这宫中妃嫔,哪个不是事情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得迈出寝宫半步。 也就苏惠妃和景丞相的两个女儿得以与众不同,原因不过是为了顾及苏大人和景丞相的颜面, 而这个小小的纯贵人无依无靠的,却自打事情以来,日日专宠,皇上对他应是极为上心的吧。 可是纯贵人,似乎太任性了些,也难怪皇上会动怒。 红公公,传阵旨意,若是相国和北遥府尹时日内无法平复雪灾, 正会亲自摘了他们的乌沙帽。 本章完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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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